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蔡峰 上期说到,亚联等人进入到了最后关卡 在这里遇到了罗德和提奇二人的阻拦 亚联和提奇之间开始了对战 拉比则是被罗德拉入了梦空间中 只有拉比顺利走出梦空间 里那里和乔治才能自由 此时梦空间中出现了另一个拉比 拉比知道,眼前这人不是真的 直接是放伙伴出击 罗德是拥有梦记忆的诺亚使徒 他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梦空间 并且可以通过梦空间与现实世界进行任意连接 罗德也是唯一一个不用诺亚方舟 就可以进行空间移动的诺亚使徒 罗德在梦空间中 可以读取被带入梦空间对手的类型 然后从精神上摧残对方将其打败 现实世界中的拉比已经失去意识 离那里担心不已 亚联这边正在以提奇激战 撤不开谁来帮助拉比 拥有神志道化后的亚联 终于能勉强与提奇一战了 提奇运用地狱蝴蝶 不断对亚联一顿输出 亚联则是运用道化之类的灵活变形 将其全部破坏 这次的亚联不像上次那样毫无还手之力了 提奇也只能亲自出战 与亚联展开对决 提奇本人确实强悍 轻松压制住了亚联 不过亚联身为驱魔师的觉悟 让提奇感受到了威胁 这让提奇变得异常兴奋 开始认真对战 提奇是继承了诺亚记忆的快乐诺亚使徒 他的能力是选择接触或者不接触世间万物 出了圣洁 提奇直接拒绝了空气 将亚联封闭在了真空当中 这让亚联瞬间无法呼吸 身体也快要爆炸 提奇走进封闭亚联的真空中 想要亲手杀掉亚联 随即直接用手穿退了亚联的身体 准备挖出心脏 亚联并未放弃 集中精神一心只想着与圣洁同步 紧接着亚联的全身散发亮光发动了圣洁 与此同时 黑色教团总部基地这边 黑布拉斯卡突然骤变 黑布拉斯卡体内储存的圣洁 正在发生着共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此时此刻 某处有人与圣洁的同步率超过了百分百 这种人被称为临界者 拥有成为元帅的潜质 康姆一和利巴猜测 肯定是江户战场上的某人 二人都认为 这个成为临界者的人很可能就是亚联 果然不出二人所料 此人正是在于提起对战的亚联 提起深入亚联身体的右手也被弹了出来 亚联左手变成的剑名为退魔之剑 亚联爆发强大能量 拥用退魔之剑劈开了真空球体 看着眼前拿着退魔之剑的亚联 让罗德有点恍惚 他仿佛在亚联的身上 看到了千年伯爵的影子 里那里对亚联身上散发出的力量感到害怕 亚联用退魔之剑成功命中了提起 然而提起身上却并未出现任何伤口 不过提起 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疼痛 这让提起很困惑 原来亚联的退魔之剑所砍的 是痛苦不堪 亚联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不想杀掉人类提起 因为人类提起 还有很多人类的同伴等着他回去 亚联不想让提起的同伴们失去提起 不过诺亚的提起 亚联是无法原谅的 只能将其消灭 罗德见状想要上前帮助提起 却被提起阻拦 因为他想看看 只剩下一个形态的自己会是怎样的 亚联如其所愿 用退魔之剑刺穿了提起的身体 提起的诺亚肤色逐渐退去 变成了人类的样子 乔治看着提起被打败 高兴得快要跳起来 这让罗德十分生气 直接用蜡烛刺进了乔治的身体 随即造出满空间的蜡烛 对着了大伙叙事待发 罗德打算 破坏拉比的精神为提起报仇 亚联若是出手帮助拉比 他将杀掉里拉丽和乔治 他想让三人眼睁睁地看着拉比被破坏 体验失去同伴之痛 此时的拉比 还在梦空间的精神世界中挣扎 罗德创造着拉比 在黑色教堂的同伴死去的假象 然后对拉比想要成为 布克曼的决心进行摧残 布克曼的职责是 记录被隐藏的李历史 李历史指的就是 那些正常史书中 不会记载的历史 想要成为布克曼 就得断掉感情和羁绊 公正记录 不能够与历史舞台上的人 有过多的联系 换句话说 布克曼就是记录李历史的机器罢了 拉比想要成为布克曼的初衷 是因为可以知道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拉比与布克曼 见证了48场李历史的经过 每一场记录中 拉比使用的名字都不同 第48次记录的时候 拉比的名字叫做迪克 这些李历史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 身为旁观者的拉比 如实地记载着这些历史 没有波澜 后来布克曼带着拉比 进行了第49场的李历史记载 但这次 二人将以其中一员的身份立场 进行记录 这也是拉比从未有过的 全新记录李历史的方式 第49次的记录 正是黑色教团 全年伯爵之间的战争 拉比这个名字 也是他在这次记录中新奇的名字 拉比和布克曼 以屈摩斯的身份 参与到了这次记录 在黑色教团中 众人都把拉比当成同伴对待 这让拉比在屈摩斯身份 和布克曼身份之间无法权衡 罗德抓住这个点 对拉比的精神进行摧残 让身为屈摩斯的同伴 在梦空间中对拉比冰刃相向 拉比的精神被罗德摧残崩溃 失去了内心 罗德见状 将现实中失去内心的拉比唤醒了过来 罗德告诉亚连 想救里拉丽和乔治 就得杀掉眼前的拉比 失去内心的拉比 对亚连一顿输出 亚连被狂揍 亚连以为拉比是被附身 便使用退魔之剑刺中拉比 然而退魔之剑并没有效果 亚连再次被拉比狂掠 面对平日里的好兄弟 亚连无法出手攻击拉比 只能用言语来唤醒拉比的意识 可是换来的却是拉比的绝招 结火灰烬 随后又被拉比的天盘 释放的雷电击中 倒在地上 拉比走到亚连身前 准备再次释放火盘了结亚连 亚连趁机运用退魔之剑 穿过拉比的身体 直击身后的罗德 罗德被猝不及防的一击命中 倒在了地上 微想到眼前 这个罗德并不是本体 他再次站了起来 拉比趁机释放火盘 触发火烧将亚连吞噬其中 然而亚连发现 自己虽然被火焰包围 但却没有被烧到 反而罗德释放的蜡烛 却被火焰融化掉落 原来是精神世界中的拉比 在亚连的呼唤中 苏醒了过来 所以拉比的身体 被拉比再次夺了回来 拉比就地释放 最大火力的火盘燃烧全场 罗德被拉比的火烧命中 但却丝毫不慌 就在此时 罗德的心脏被刺穿 口吐鲜血 原来梦空间中的拉比 成功找到了罗德的本体 这个本体 便是梦空间中的那个亚连 因为拉比知道 罗德喜欢亚连 所以堵了一把 拉比也因为消耗过大 跪在原地失去了意识 拉比的精神 再次回到了拉比的体内 现实世界中 亚连已经来到了拉比深浅 随即运用道化之带 将拉比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然后释放超强力量 冻结了所有火焰 罗德从冻结的火焰中掉落了出来 束缚里那里和乔治的 透明箱子也解开了 二人不断呼唤 拉比和亚连的名字 担心至极 亚连和拉比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 你那里感动不已 此时罗德仰天大笑 显得十分诡异 随后望着亚连 烟消云森在众人面前 众人担心 罗德之门也会随着 罗德的败表而消失 于是让拉比身上锤子 到达至高点查看情况 幸好罗德之门还在 四人准备开启罗德之门 临走之际 亚连想要将提起也一起带上 因为没有了诺亚遗传因子的提起 只是普通人类 这个做法遭到了乔治的极力反对 乔治没想到 自己声称亚连是恶魔 却被亚连所救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众人手足无措 亚连被拉到下层 重重摔在地上 罗德之门也随之碎脸 出现在亚连面前的是 诺亚遗传因子暴走的提起 此时的提起已经没有了自主意识 成为了杀戮机器 亚连和拉比与提起之间 再次展开战斗 这个状态下的提起 实力提升了数个档次 亚连和拉比的联合攻击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二人在提起面前 只有挨打的份 提起的力量太过强大 导致最后的建筑直接坍塌 拉比和亚连从高处跌落在地 失去了意识 提起瞬移到里拉丽面前 扰住了里拉丽的喉咙 乔治对于自己身为平凡人的无力 痛苦不堪 原本乔治是想同阿妮塔 沾船的众人一起死去的 于是他伪装成 被恶魔命中的人留在了船上 但是却被同伴们发现 告诉了阿妮塔 乔治从小被父母遗弃 被阿妮塔的母亲捡到养大 后来乔治成为交团支援者 也是为了报答恩情 所以他想与阿妮塔等人同身共死 阿妮塔告诉乔治 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他们还要艰难 他希望乔治能将阿妮塔战船的精神传承下去 乔治鼓起勇气 彰显阿妮塔战船精神冲向提起 微想到整座塔坍塌 二人掉落了下去 提起看着被自己毁着的高塔 嘴角露出笑意 就在此时 废墟之中发出了真正吼叫声 微想到竟然是乔治 却运用身体扛起了废墟保护了众人 里那里发现 乔治身上散发着圣洁的气息 原来这个圣洁 正是之前提爱多尔元帅飞出的烂眉 乔治已经被圣洁选中 成为了圣洁适合者 提起见证 来到乔治身前发动攻击准备了结二人 幸好亚林和拉比苏醒 同时出手挡住了攻击 随即三人之间再次展开了激烈战斗 与此同时 诺亚方舟核心位置处 出现了一个不明手画篓 负责守护核心的手画篓们 以为它是刚来的替补 没想到这个手画篓 直接杀掉了其他全部手画篓 眼前这个核心 正是恶魔魔导师躯体的孵化器 不过核心的表面 拥有魔法制造的结界 因为千年伯爵 自古以来就是一名魔导师 这个结界 只有魔导师才能解除 圣洁对其没有作用 亚林和拉比这边 底部会提起双声被打倒 亚林从地上爬起 准备使用退魔之间再次出击 没想到脚下出现阵法 顿时炸脸 提起被直接炸飞 亚林也掉入了坑中 然而却被刚才那个不明手画篓 抓住了脚 原来这个不明手画篓 是库洛斯元帅伪装的 库洛斯看着亚林 已经拥有退魔之间 很是欣慰 随即抓起亚林 直接扔向了林纳利这边 因为接下来就是 库洛斯与提起之间的战斗了 其他人和提起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只需藏好即可 库洛斯立马念出咒语 打开了除魔武器圣魔之旧 从里面出现了一个 蒙着眼睛的圣母 名为玛利亚 库洛斯控制玛利亚 释放绝招圣母加护 这招是靠玛利亚 吟唱歌曲扰烂对手的感官 库洛斯运用这招 将亚林等人隐藏起来 提起无法发现 之前库洛斯就是 用这招潜入洛亚方舟的 当时他身上散发的香烟气息 还差点被罗德发现 库洛斯拿出一把手枪 对准提起不断射击 这把手枪名为断罪者 也是库洛斯的触摸武器 库洛斯是拥有 两种触摸武器的驱魔师 实力非常强悍 断罪者释放的子弹 不命中步表示不会停止的 提起不断闪躲 但却无法避开库洛斯的攻击 库洛斯趁机操控 玛利亚吟唱 捞乱提起的大佬 这一招名为脑亏 可以攻击对手神经 控制对手 然后再运用断罪者 释放致命攻击 命中了提起 提起被库洛斯强力压制 倒在地上无法再战 库洛斯趁机补刀 准备一举了结提起 没想到千年伯爵突然出现 救下了提起 亚连等人所在的位置 瞬间坍塌 拉比和乔治掉落 拉比立马伸上锤子 让亚连抓住 没想到因为先前 有提起的战斗 拉比的锤子已经损坏 亚连眼睛睁地看着 拉比和乔治掉落消失 万分悲痛 当得知是千年伯爵搞的鬼事 亚连路不可遏 直接拿出退魔之剑 释放权力砍向了千年伯爵 千年伯爵 运用同样的剑 挡住了亚连的攻击 随即准备离开 却被亚连穷追不舍 库洛斯剑长 释放到傀儡控制住了亚连 因为被愤怒重昏头脑的亚连 再站下去 只会败北 千年伯爵趁机带着提起和雷洛 离开了洛亚方舟 这里出现的罗德之门 因为这罗德还存活着 库洛斯告诉亚连 之所以这次救下亚连 是因为接下来有一件 只有亚连人做的事情需要他做 方舟之外 提艾多尔等人还在与激行恶魔苦战中 突然天空出现阵法 并响起了钢琴的弹奏声 原来此时的千年伯爵 已经用起了他奏者的身份 准备将旧方舟中的核心 下载到新的诺亚方舟 原本被隐藏的新方舟 逐渐显现在了众人面前 而旧的诺亚方舟 渐渐分解消失在了天际 旧的诺亚方舟内部 库洛斯让蒂姆甘比 打开了一个空间 这里正是旧方舟的核心位置之处 此时的核心孵化器 正在渐渐消失 消失的部分 就是被下载到了新的诺亚方舟 等到核心完全消失之时 就是旧方舟毁灭之际 到时候身在诺亚方舟中的一切 都会随之消失 库洛斯让亚连去阻止下载 防止旧方舟的毁灭 这让从未听说过 自己有这个能力的亚连直接懵逼 库洛斯立马念出 只有语示范法术 减缓了下载速度 随即让亚连跟着蒂姆甘比 进入到了一个秘密房间 就在亚连困惑之际 无线通讯设备中 传了库洛斯的声音 亚连虽然很想了解事情的原委 但却没时间了 他只能按照师傅库洛斯的指示 来控制方舟 这座钢琴 就是诺亚方舟的心脏 这处心脏的位置 就连千年伯爵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蒂姆甘比身上拥有弹奏的曲谱 只要亚连根据曲谱弹奏钢琴 就能够阻止下载 亚连表示 自己从小到大从未学过钢琴 根本不识谱 然而库洛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亚连 看了曲谱就明白了 丁姆甘比投影出曲谱后 亚连毛色顿开 与此同时 千年伯爵这边的弹奏已经进入尾声 天空的旧方舟逐渐消失不见 米兰达交几万分 他想要停止旧方舟的时间 可是却无能为力 随着旧方舟的消失 大会儿的时间渐渐散落下来 面对方舟中同伴们的隐蔽 众人悲痛欲绝 千年伯爵完成演奏之后 启动新的诺亚方舟扬场而去 在神秘人的引导下 亚连弹奏摇篮曲恢复了诺亚方舟 神田 克劳利 拉比和乔治 都从次元凤中回到了这里 方舟的核心也再次回到了 旧的诺亚方舟之中 里纳利看着失去的同伴再度出现 感动不已 只有克劳利因为重伤还在昏迷之中 亚连将克劳利带到秘密房间 让里纳利和库洛斯照看 其余四人则是在方舟城中寻找出口 几番找寻之后 亚连不小心踏空掉落 幸好其余三人反应迅速 成功抓住了亚连 看着眼前的亚连 乔治想起了刚才亚连想救提起之事 乔治现在还是无法原谅亚连 不太想救他 突然乔治的圣洁飞来 变成手镯形状套在其手上 圣洁产生的怪力 直接将三人拉了上来 看着乔治的圣洁完毫无损 娜比和神田很是羡慕 因为二人的圣洁都以粉碎无法再使用 想着回头教团 考米一会修理圣洁 二人不喊而栗 此时亚连想起 里纳利和师傅单独在一起有点不妙 于是三人立马朝着秘密房间的方向走去 果然不出亚连所料 库洛斯开始撩起了里纳利 还声称里纳利的头发很漂亮 但却可惜了 这让里纳利想起 阿尼塔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于是将阿尼塔已经牺牲的事实 告诉了库洛斯 库洛斯也对阿尼塔的死感到十分惋惜 亚连根据库洛斯的指示 解除了方舟与江湖的连接 这样一来 亚连就可以随心所意的操控方舟了 随着连接的解除 就当诺亚方舟再次出现在了江湖上空 米兰达再次收到了方舟中大伙的时间信息 亚连打开了方舟之门 从方舟中出现 看着众人的归来 大伙喜出望外 就连平时不流露感情的 不可满也感动流涕 众人会合之后 亚连将方舟之门连接到了总部基地 等待着众人的 真是康洛伊等人的欢迎回来 米兰里再次见到哥哥后 奔向了哥哥的怀中 回到总部后 米兰达解除了圣洁 众人的时间恢复 这场大战中受到的伤 再次回到了众人的身上 不过总部拥有最尖端的医疗水平 众人无需担心 大家只需要安心养伤 好好休养变和恢复 趁着大家养伤之际 科学班的成员们对方舟进行了熟悉 阿尼塔沾传的其他两名幸存者 决定成为搜查队员 乔治则是成为了提爱多尔的弟子 也是驱魔师 亚连这边 偷偷溜到厨房 点了好多好吃的 没想到却遇到了科学班的乔尼 对他表示感谢 因为斯曼是乔尼十分要好的朋友 乔尼听说是亚连拯救了斯曼的内心 特来感谢亚连 千年伯爵这边 因为下载失败非常愤怒 他猜测 一定是诺亚的第14使徒在虫中作梗 黑色教团基地总部这边 中央厅派人前来召开会议 此人名叫鲁贝利耶 是中央的特别检察官 与其同行的是其助手 林克检察官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 一是报告这次战争的经过 以及诺亚方舟的使用 以后诺亚方舟会成为 黑色教团的空间移动工具 二是关于亚连能够操控 七千年前的诺亚方舟仪式 这让亚连的曲折是身份遭到怀疑 被定性为异端分子 中央厅准备对亚连进行异端审问 言行逼供 在各个支部长的反对下 鲁贝利耶只好让步 鲁贝利耶派林克负责24小时 监视亚连和审问亚连 库洛斯也因为亚连 被限制近期不能擅自离开总部基地 亚连从林克的口中 得知了第14使徒的情况 第14使徒是被诺亚一组抹杀的鲁格洛亚 原本诺亚一组只有是三位使徒 但不知为何 后来诞生了这位第14使徒 虽然第14使徒已被抹杀 但却有人继承了他的遗志 而且继承遗志的还不止一个人 鲁贝利耶猜测 库洛斯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库洛斯是知道 亚连具有罪者资格才收取为徒的 鲁贝利耶之所以这样肯定 是因为中央厅也发现了 一个继承第14使徒遗志之人 此人因为这个关系 害怕被千年伯爵追杀 所以选择了寻求中央厅 对其进行保护 中央厅也因此从他身上 知道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情报 林克拿出摇篮曲曲谱 质问亚连为何能看懂 因为曲谱上的图案 不属于任何时代和民族的文字 亚连只知道这是他与马娜 一起创作的文字 但数千年前的曲谱 竟然也是应用的这种文字 这让亚连非常困惑 不过他还是不打算告诉林克此事 亚连感受到 马娜和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黑布拉斯卡这边 对林拉利的圣洁进行了检查 发现黑靴与林拉利的同步力 降低到了10%以下 如果林拉利继续使用圣洁 可能会造成圣洁暴走 黑布拉斯卡担心林拉利的安危 暂时先保管黑蝎圣洁 根据黑靴两次化为结晶保护林拉利 以及亚连身上圣洁的恢复 这些奇怪现象 黑布拉斯卡推测 圣洁正在进行着进化逐渐变强 但圣洁越强 适合着生命的消耗聚越大 黑布拉斯卡非常担心 以后驱抹生命的生命会急速缩短 科学班这边 准备对方舟的核心孵化器进行研究 亚洲支部 北美支部和大洋洲支部部长前来帮忙 乔尼觉得这是总部的工作 应该由总部来完成 真正的大洋洲支部长安东尔 已经被露露贝尔所杀 他的尸体被其他人员 在总部基地附近的水底发现 亚连察觉到了恶魔的出现 立马赶往科学部 没想到研究室的四周 被坚硬的强体结界隔离出来 亚连和布克曼使出权力也无法打破结界 林克见状将亚连带往秘密房间使用方舟进入 纳比特圣洁还未修复 父子通知大伙敌人来洗 研究室内 大部分科学家被恶魔控制无法动弹 巴克和利巴等人没被抓住 躲在暗处等待机会 他们决定应用周边零件 制造示范结界的装置 此时从结界中出现了三个手画楼 由于上次负责守护核心的手画楼 被库洛斯全部杀了 如今手画楼的数量不足 急需补充 他们将从这些科学家中选择适合人选成为手画楼 违背选中之人将会被恶魔当场杀掉 总部科学班的塔普成为了第一个合适的人选 手画楼念出咒语 塔普全身散发亮光痛苦不堪 亮光散去 塔普的全身仿佛被烧焦一般 紧接着渐渐变成了手画楼的模样 悄意难受至极 科学班班长无法忍受 直接开枪射向了手画楼 立巴班长立马成为了手画楼的目标 将要变成手画楼 幸好亚联从天而降 用退魔之间瞬间秒杀手画楼 布克曼也通过方舟之门来到了这边 两位驱魔师 立马与恶魔们展开了战斗 经过方舟一战之后 亚联的实力大大提升 面对之前难以对付的三级恶魔 亚联已经能轻松应对 不过恶魔的数量过多 亚联和布克曼还是很吃力 里纳丽和拉比想要参战 却被康姆一阻止 因为现在 二人无法使用圣洁 被关进了医务室 康姆一决定将神田和乔治也一兵找到 关进这里 神田的六换还没修好 乔治还无法顺利发动圣洁 亚联这边 被恶魔数量压制 二人被束缚 露露贝尔运用新方舟之门 将核心传送至新方舟 亚联见状 释放道化之带反击 振脱了束缚 露露贝尔变成科学般成员不样 假装被恶魔袭击 亚联没能分辨出真伪 被露露贝尔暗算打晕 露露贝尔打算将亚联一并带回新方舟 就在此时 里巴等人顺利制造出了结界装置 他们用结界困住了绑架亚联的恶魔们 不过这个结界 面对三级恶魔无法撑太久 在众人的大声呼喊下 亚联从昏迷中醒来 随即释放攻击 解决掉了身边的恶魔 但亚联的身体还在不断陷入地面 幸好玛丽带着米兰达及时出现 发动了时间唱片 恶魔们见元帅的出现 直接选择合体形成巨型恶魔 然而却被索卡罗元帅一击斩杀 恐怖至极 不愧为元帅 实力和亚联等人不是一个级别 提爱多尔趁机释放绝招 拥抱直挺护住科学家们 这招号称是黑色教堂的最强防御招式 克劳的元帅发动寄生型触摸武器 劳西米 劳西米是一只对恶魔兽 实力非常强悍 巨型恶魔在劳西米面前不堪一击 库洛斯运用断罪者出战 瞬间解决掉了两只巨型恶魔 元帅们的强大实力 领快就灭出了所有恶魔 接下来元帅们打算 破坏掉方舟的核心孵化器 因为米兰达若是解除圣洁的话 核心会再次消失 为了不让核心落入千年伯爵之手 只好毁掉 没想到露露贝尔 化成水灯不样束缚住了米兰达 米兰达因为无法呼吸 当场失去了意识 马里又用险拉住了沉入地面的核心 元帅们立马对核心进行破坏 却遭到露露贝尔阻拦 不过仅凭露露贝尔一人之力 还是无法护入核心 核心在元帅们的攻击下 渐渐出现了裂痕 露露贝尔健壮 一同用米兰达做挡箭牌 要挟众人 众人的完美配合 成功破坏了核心孵化器 就在众人为之高兴之时 众人耳边响起了诡异的笑声 一个孕妇不样的恶魔出现 肚子上写着数字4 原来在众人毁坏核心孵化器时 四级恶魔体内的灵魂已经泪脏化 这让亚连差点忍不住吐出来 为了拯救这个灵魂 亚连直接拔出退魔之间展开战斗 然而亚连的攻击 根本对四级恶魔没有半点作用 反而被其身上散发的能量威慑 瑟瑟发抖 四级恶魔仅仅一个弹指 直接击飞了亚连 亚连被其轻描淡写的一击打飞撞墙 直接下线 四级恶魔发出尖叫声 对总部进行了声波袭击 号称最强防御的拥抱之艇 都无法承受这个攻击 库洛斯只好解放圣母之旧 操控玛利亚释放圣母加户 在玛利亚的吟唱下 众人才好瘦一些 四级恶魔剑壮 直接攻向地面顿时炸裂 尘土弥漫 烟尘散去 研究室地面被火焰笼罩 众人生死未卜 三个领头的守坏鲁剑壮幸灾乐祸 没想到却被四级恶魔直接杀掉 随即向着教团中心大楼走去 准备杀掉所有人 很快四级恶魔就找到了考姆仪 知道考姆仪是总部师长后 想要杀这儿后快 幸好神田即时出现 救效了考姆仪 不过神田使用的只是普通的剑 剑体瞬间碎裂 搜查队员们立马打开了 数十个结界装置 照向四级恶魔 此时考姆仪的耳机中 传了了黑布拉斯卡的声音 黑布拉斯卡让考姆仪带着圣戟和众人 去往亚洲支部 因为现在总部和亚洲支部 正通过方舟连接 黑布拉斯卡则是准备留下来拖住四级恶魔 但这个提议 却遭到了特别检察官鲁贝利耶的拒绝 鲁贝利耶找到里纳利 准备让里纳利出战 中央厅成立交团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千年伯爵 所以在他们看来 曲摩斯不过是对抗恶魔的人助力罢了 护士长为了保护里纳利 与鲁贝利耶大吵一架 不过里纳利觉得 身为曲摩斯的职责就是灭除恶魔 他也想要保护黑色交团的同伴们 里纳利同意了鲁贝利耶的要求 去往了黑布拉斯卡那里 考姆一得知情况后 也准备赶往黑布拉斯卡之处 结界中的四级恶魔 根本没把结界当回事 不过他给了考姆一十秒钟的逃跑时间 十秒后 四级恶魔轻松打抱结界追了上去 随即释放攻击 直接打中了考姆一乘坐的升降机 烟尘散去 考姆一并未被命中 只是受了轻伤 原来是神田用身体挡住了攻击 救下了他 其余两名工作人员 为了救考姆一也被命中 不过他们不是去模式 被恶魔病毒侵蚀而往 鲁贝利耶命令黑布拉斯卡 将黑靴放入里纳利体内 可是却被四级恶魔打断 身体和里纳利掉落在地 四级恶魔来到里纳利身前 用脚踩住里纳利 看着眼前的圣洁 里纳利从未有过如此渴望得到他 其实里纳利的类型 一直都排斥着黑靴 因为她是黑靴的适合者 导致从小父母被杀 后来又被黑色教团看中 被迫与哥哥扛母一分离 里纳利一直在憧憬着 没有黑靴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而这些美好只能出现在梦里 不过现在的里纳利 想要保护同伴和家人 她第一次如此渴望 圣洁能够带给自己力量 可四级恶魔并不给里纳利机会 想要了结她 此时亚连现身 击非四级恶魔救下了里纳利 不过亚连在先前与四级恶魔对战中 身体已经无法动弹 现在是靠着刀话之带 在操控着身体的行动 趁着亚连纠缠住四级恶魔 里纳利打算以黑靴同步 里纳利想要保护同伴的决心 以及对力量的渴求唤醒了圣洁 圣洁变成了黑色液体 让里纳利给喝了下去 然而喝下圣洁的里纳利 并未感受到圣洁的力量 她的双脚出现伤口 血液不断流出 康姆一担心至极 黑布拉斯卡立马检查了 里纳利与圣洁的同步率 但却没人在里纳利体内 发现圣洁的痕迹 原来这些圣洁 融入在了里纳利体内流出的血液中 流出的血液变成结晶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再次成功发动黑靴的里纳利 获得了强大力量 她竟然可以挡住四级恶魔的强力攻击 亚连备受鼓舞奋起反抗 与里纳利联合出击 二人的强大实力 与四级恶魔打得不相上下 里纳利找准机会 双脚夹住四级恶魔将其直摔地面 亚连趁机运用退魔之剑 成功插向四级恶魔腹部 四级恶魔竟然徒手接下了退魔之剑 亚连一声冷笑 里纳利从天而降 一脚踩在剑柄上 随后再次跃到空中 准备释放更强力的攻击 黑靴完美回应里纳利的内心 爆发强大能量 里纳利的强力冲击 成功将退魔之剑插进了恶魔体内 此时库洛斯撞穿墙体也来到了这边 她想要将四级恶魔改造成改造恶魔提升站里 康姆一的耳机中传来了力巴班长的呼救声 原来刚才四级恶魔毁灭研究室时 米兰达发动了圣洁 众人在米兰达的保护下没有死去 还有部分人员被提爱多尔的拥抱之庭所保护 康姆一立马对研究室的众人进行了救援 此处的四级恶魔就交给了库洛斯远帅 四级恶魔突然醒来 直接打飞了亚连 然后徒手将退魔之剑从身体拔了出来扔向亚连 紧接着直冲亚连而去想要杀掉亚连 库洛斯运用断罪者出击 弹开恶魔救下了亚连 随即让亚连和里纳利牵制住四级恶魔的行动 然后找准机会给予四级恶魔致命一击 几番战斗下来 亚连和里纳利让恶魔露出了破绽 库洛斯顺身的恶魔身前 直接发动了攻击 终于在大火的努力下 成功击败了四级恶魔 这场战斗以黑色教团的胜利告终 米兰达解除了圣洁众人得到及时救助 变成守护流的塔普再也无法恢复 不过在其临死之际 还是激起了大驾 随后烟消云散 众人悲痛不已 几天之后 库洛斯被带往了中央厅讨论今后的大战策略 亚连则是留在总部基地 被林克24小时监控 克劳利也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黑色教团对里纳利的圣洁进行了重新定义 他们为这种 圣洁与适合着学业交换后的类型 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名字 叫做结晶型圣洁 驱魔师们也从这次大战中 体会到了与千年伯爵实力悬殊 他们决定变得更加强大 战胜千年伯爵 就此 驱魔少年第一季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对这个系列的观看和支持 我是老蔡风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